这就是因为我射恐我才练就了这一番让气氛不那么尴尬的办法 突然那么土味啊男团当中我是什么样的担当 现在os是 二装的风格是一个不行太具体了透露的太多 这段可以播播吗 我觉得好好看 在翘首以盼的期待中周深的新综艺终于定导了 马上就可以看到周导师了 从7月29号起音乐纪念综艺舞台2023将在每周六晚六点播出 节目目前已经进行了三公的录制 并将于8月8号进行下一轮的录制 节目通过陆美琪李佩玲安琴等26组选手的竞演 争取翻红和走红的机会 节目的常驻导师有Ella周深王嘉尔黄岐山 前两期的飞行导师是韩国女团ASPA的中国成员 第三期是刚参加完浪姐4的EVER刘亦云 据悉这档综艺将采用一种全新且独特的赛制 选手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身份 身份都自己的技能 例如周深胆小鬼组可以获得再表演一次的机会 但是只能盟选其中一次作为最终成绩 大家记得本周六晚晚六点准时看周深导师哦 我觉得歌迷朋友 他之所以有朋友两个字 真的他们那个陪伴是非常正式存在的 而且更像是朋友之间那种互相打气 你是很多时候都会感觉到 如果那个东西不存在的话 我觉得我每次站在舞台上 我都会就怎么说呢 就不会那么有底气在上面去展示自己吧 所以我怎么治愈自己 我觉得就时常会感谢 你看就像刚才他们去珍藏好我们每一次的回忆啊 就那些回忆我觉得是通常治愈我的东西 而且也有看到很多他们取得的成绩 像考到自己喜欢的学校 可能考到自己努力了很久的那个证 或者是哪怕他们自己生活当中有成功的一面 也会有失败的一面 他们自己的一些失落 他们愿意过来诉说 刚好又看到了 我觉得这种都是一个回忆 我觉得他们愿意信任我 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治愈的 原来真的有人被老天爷追着喂饭吃 当周深开口清唱 简直就是自带音响 让百万条音诗当场下岗 第一首光亮 没有伴奏 即兴清唱 也能那么好听 我听船铃的一声 一所言与人听声 第二首奖真的 周深现场清唱戏曲版的奖真的 空灵治愈的嗓音一开口瞬间惊艳了全场 真正的会不会是我被闺蜜心敲了 忽言了太多你怎么不难过 要你亲口说别只声沉默 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 第三首大鱼 周深清唱大鱼穿透力十足 让人听得直起鸡皮疙瘩 现场真的是无伴奏都一样了 真不愧是鱼太子 我会最初的相遇 第四首红豆 周深参加天赐的声音开口清唱王妃经典歌曲红豆惊艳全场 空灵的嗓音简直绝了 这应该就是真正的天籁吧 第五首传奇 周深真的是神仙嗓音落凡间 在溶洞中清唱传奇 自然的魂想开口就是CD的感觉 空灵之声响彻溶洞与大自然完美结合 这首歌太好听了 想你是你在肩辫 想你是你在眼前 想你是你在脑海 想你是你在梦天 周深作为一名出色的音乐人 他用自己的歌声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 近日更是荣音年度最具影响力内地男歌手的殊荣 再一次证明了他在音乐领域的独特魅力 听上一曲周深的歌耳朵会感到特别的舒服 他将最深情的感受融入到了歌声之中 仿佛触及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触所 每一次聆听他的歌声都能够重温那无可比拟的美好 然而周深的歌曲不仅如此 他的音乐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情感渗透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段抑郁深刻的精神之旅 他用音符演绎生命的美好与意义 为我们提供了无限启发和思考 在这个纷繁嘈杂的世界里 周深的音乐就像一股清泉 能够为我们带来安慰和缓解 他的音乐不仅仅是一种艺术 更是一种情感和力量的传递 相信未来的日子里 他的音乐将继续为我们带来 更多的感动和共鸣 感动和共鸣 的音乐不仅是一种情感和地点 刚刚有音乐会议的 是的 прогreen不絕 killer 啊,啊,哈哈 啊,啊,啊 呼呼 怎么�stock啊 好 慢走 MING PAO TORONTO